耶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哇 巨大機器人 出現了 各位小三圈滿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我是莫莉莎 今天我們要來玩 Friday Night Funkin 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個模組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記得幫影片點下那個大大的讚 如果你有點下那個大大的讚的話 你今天一整天都會被操用了 那讓我們來吧 Let's go baby OK 這個是 Pico死亡俄羅斯輪盤裡面的那個 複製人小孩 這個複製人小孩是 被Pico的校長還是什麼 派過來還是老師之類的 派過來說要跟他們三個決鬥 他們是複製人 他們的能力都比所有正常的小朋友 還要強大非常多 所以Pico不知道要怎麼打贏他們 最後選擇 用死亡俄羅斯輪盤來打贏 然後我們就猜拳 然後玩死亡俄羅斯輪盤 這個遊戲現在在YouTube應該不能拍 如果拍的話被黃標 我以前有玩過 我以前就有玩過 最後事實證明 複製人無論能力再強 也沒辦法改變他的壞運氣 好帥 好帥 Kiko好勇 他們是複製人小孩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每個都長得一模一樣 好怎麼了 哇車子 哎我的複製看車子 剛剛是在裝子彈嗎 那個聲音 喲 散勾拳欸 分數是會多好 SS 準確度超過100% OK 來我們來打隱藏難度 你有多難 還可以接受還可以接受的呢 還可以接受的呢 那個複製人小孩真的很有 在唱rap的感覺 那個姿勢 哈哈哈哈 就像他另外一隻手在推敵這一盤 來 有 還會很難 OK 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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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Yay S 再來我們來玩EDD War 一樣是兩個難度 這次是boyfriend 我對他們不是很熟 但我知道他們是一個四人組 好 紅色呢 紅色的 紅色的去哪裡了 我記得紅色的我們有玩過他的Babbit 紅色不見了 沒有紅色 少一個 只有三個人 好奇怪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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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下巴是怎麼回事 那個金毛的這個下巴 在我滑鼠旁邊的下巴 好尖啊 好好雙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他還蠻能唱的耶 話好多 巴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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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為什麼還要打他的同伴 閉嘴 結束了耶 SS 接著我們來打這個隱藏難度 3211 你有多難 是說剛剛就少一個紅色啊 緊張難度會不會出來 紅色會出來吧 紅色好像叫透的 透的會出來 五極 耶起來 很開心 這難度比較好玩的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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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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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魔王集在這裡是嗎 他好兇啊 而且他都是紅色的會害我看不到紅色的箭頭 是什麼 飛彈 他對我們丟飛彈 amus 嘻 等待ほ game 哈哈哈哈 哦 他被魚叉射穿了耶 誰射的啊 哦他射的 有人可能會問說我的手好了嗎 其實還沒有好 其實還沒有好 真的還沒有好 不過已經比較不會痛了 感謝各位小三雀的祝福 然後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在這邊 感謝各位的收看 離開前不要忘記點下你大大的讚 還有你的訂閱 你的關注 你的小鈴鐺 我是莫莉莎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哦對了 忘記看Pico的死亡畫面了 來看一下 能直接死嗎 不行 耶